杨立伟在太空中听到的敲击声是什么? 洛杉矶时间2017年6月7日早上, 枯萎中正看到中国山东日照一位徐姓朋友留言, 杨立伟在太空中说飞船有敲击声, 怀疑是外星人所为国内报道多次了, 能否零排验证? 于是在下午3点多中枯萎中正举行零排, 零排呈现杨立伟左页下游痛, 2003年7月8日被选中, 2003年10月15日升天, 然后太空中遇到的声音是阎王在右侧用木棍打了杨立伟右侧头部, 后移至右侧肩部直至崩溃,失去行动力, 那里是灵牌的第781例, 阎王为什么要打杨立伟? 2017年5月23日的灵牌第761例复活节岛上时想背上突暗有什么含义, 中之岛, 外星人看到地球上总有战争, 害怕地球人飞出地球侵犯外星空。 2017年5月24日的灵牌第762例星团上外星人是住在主星球上还是负星球上? 其中有一段水干好事水干坏事宇宙里记得一清二处。 阎王从第十星明王星上派到地球去监督的不让地球人飞出地球。 由此刻之, 阎王看到杨立伟飞出地球, 所以把杨立伟打了。 2017年5月13日第748例灵牌破解其中一个麦田怪圈时, 知道地球上有五大阴司, 阎王是管理中国这一片区的。 所以中国人要飞天, 每一个中国宇航援军会遇到此问题, 一定会被阎王打。 阎王以为有人要逃出地球, 侵犯其他星球, 因此会被阎王打到崩溃, 失去行动力。 因此, 无一例外, 唯一的方法提前向阎王通报。 枯萎中正可以提供帮助。 今天有人告诉我, 说那个杨立伟在太空当中听到那个奇怪的敲击声音, 在那航天气领域, 叫我拍拍到底什么东西啊? 哎呀, 我感觉我那好笨重啊, 那个腿啊, 腿啊好笨重啊, 穿着衣衡服啊, 身不舒服啊, 我啊, 穿着衣衡服啊, 真不舒服啊, 我啊, 看了无数次无数次那个, 那个谁啊, 就是Neilson啊, Armstrong, 我看了无数次无数次, Neilson Armstrong啊, 他是我的偶像, 是我的英雄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一想到Neilson Armstrong的时候, 我还生住了很啊, 根本不是说有种自豪感啊, 我既兴奋又恐惧啊, 我既兴奋又恐惧啊, 兴奋的时候我可能, 体验上不同的人生啊, 恐惧的时候啊, 我随时可能啊, 我在这个小名就丢了, 我害老婆啊, 害小孩啊, 那信念啊, 信念啊, 哎呀, 我现在投一个斗也在那边啊, 现在我投一个斗在下面啊, 还不要说四脚好天, 叫两脚朝天, 两脚朝天, 就是两个脚朝天上面啊, 那不是报答完啊, 这个男子啊, 脑袋感觉脏得好发啊, 哎呀, 我认识就这么枯燥, 但是这么枯燥, 我只要想到那个, Nielsen Armstrong啊, 我有客户的那种, 故作感和恐惧感, 终于有一天啊, 终于有一天啊, 在2003年的7月8号啊, 我被写中了, 哎呀, 我被写中一整天啊, 我感觉自己啊, 心脏不舒服, 这一边呢不舒服, 我这一边不舒服啊, 感觉这边这个, 特别是这个地方不舒服啊, 这个地方啊, 心脏变大了, 心脏变大了, 心脏回到了, 这个干嘛会有些心脏回到, 就那冲进去的血液啊, 冲进去的态度啊, 哎呦, 这个地方经常痛啊, 对, 这个地方我经常痛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知道, 这个地方很痛啊, 但我没敢告诉人家, 我想人家也会痛的, 英雄嘛, 不能讲哪里痛哪里痛, 实际上我很痛, 我很痛, 我只是没有告诉人家, 我这里痛啊, 哎呀, 感觉是让你磕伤的, 就是那个什么, 凉教潮天的时候啊, 凉教潮天的时候磕伤了, 凉教潮天的时候磕伤了, 当时我一回小时啊, 我都一直痛, 一直痛, 这个地方一直痛, 我这个地方一直痛, 2003年呢, 7月不好的时候, 最会晃的日子啊, 终于, 终于可以接收任务了, 可以有任务接收任务了, 后来没戏了, 后来又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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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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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十几年了, 终于带来的机会, 说终于终于没命令了, 这次是真的了, 这次是真的了, 说啊, 真的可以上天了, 哎呀,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我心里很想上天, 当然我心里很不想上西天, 生的, 我很不喜欢上西天啊, 我只想上天, 但是不想上西天, 我不想上西天, 不想上西天, 不想上西天啊, 但我想着上天啊, 我去哪里卖个总机啊, 我经常听到说, 人家的卖星人的飞碟啊, 这来一期制度啊, 我们这个什么飞行器啊, 这简直是地狱啊, 这简直是地狱啊, 动荡不了啊, 当我一个小卖星人的飞行器的时候啊, 我的命运啊, 不是由我掌握的了, 我的命运啊, 我的脑袋啊, 已经交给上帝了, 我已经交给上帝了, 想到这个地方又痛了, 我的未来啊, 已经交给上帝了, 所以啊, 我的训练的心理素质啊, 训练的心理素质啊, 我的训练的所谓的心理素质啊, 就是把一切交给上帝, 把一切交给上帝, 当我想通了, 把一切交给上帝啊, 这个困难扣了一刻, 我终于可以, 做机场的舱了, 这个只能叫舱了, 还不叫驾驶舱, 驾驶舱啊, 还是我可以, 能够主动啊, 空都带给我的命运啦, 我这得帝了这层, just thyug수를 什么也解决不了, 什么也控制不了, 人家在老虎全闭啊, 老虎全闭啊, 我就解就坐到老虎全闭上面, 哦哦哦哦哦好吧, 呃嗯呃嗯嗯嗯嗯嗯嗯嗯, 哎呃嗯嗯热绳lungen, 哎呀,震动了 哦,我感觉死雷啊 哦,这原来就起飞了 哎呀,五上六回头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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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没声音了,没声音了 我还活着吧 哎呦,我眼睛呢,外面看看,哎呦,确实在移动 在移动,我看到大海的海啊,哦,我还活着 牙齿有点痛,有点小痛,这个地方有点小痛 麻麻的 哎呦,回向刚才那样,好恐怖啊 我感觉这里面快断了,这一节啊 震动的快断了呀 上下感觉断开了呀 还好,眼睛呢,没帮我带着吧 两个,我笨重的,眼睛呢,在发现看的时候 哦,我想到了,想到了,我已经不在地球上了 我已经不在地球上了 我已经不在地球上了 嗯? 突然间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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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要进到,空击的程度啊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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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还在这边的球啊 叭 那个声音啊 现在都插在我身上的感觉啊 插在右边 现在砸脑袋 后来插在那个肩膀上 感觉是棒打我啊 很好奇是顿亏的啊 我的感觉是谁啊 我当时一生间感觉是阎王在打我 我感觉一生间的是阎王在打我 我仔细看看感觉确实是阎王 感觉确实是阎王啊 呃 感觉确实是阎王打我啊 阎王打 阎王在打我刚才 刚才我感觉阎王把眼睛进到我 阎王在打我啊 感觉阎王是他打我呀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案例呀 就前一阵子的 我已经拍了另外一个案例啊 我想出来呀 阎王啊 是从美盲星上拍到地球上来的 他在干什么呢 是来帮地球上的人逃跑 逃跑出去了侵略其他星球 干这个作用呢 我感觉当时看到的就阎王啊 用帮子来打我呀 你让他打呀 你让他逃跑 你让他逃跑 当时我打得快崩溃的时候 他就不打了 好 把他打 哎呀 感觉我可以轻松一下子 哎呀 后来的事情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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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后来下来一个 我下来一个 我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但是我经常会想到别人忘 下来一个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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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了两年了 后来两年过期了 我终于把这段经历说了出来 两年过期了 我终于把这段秘密说了出来 说了出来 好 这段经历不是我顾位中的牌的话 你们永远不知道 这个敲的过程就这样 谁打的呢 是野蛮打的 我们只知道野蛮是个判官 他会把 去世的人到那边 要检查一下 工程部上 然后再怎么惩罚 这个是我们人间都知道的 在我前任联牌的时候发现 野蛮真的那个干什么呢 是从那个 这个美芒星呢 星球联盟派到地球上来的 因为 外星看到那个 地球上的 经常发生战争 所以呢 所以啊 我那统计啊 哎呀 我那统计啊 我是那个洋渔洋 那统计啊 是站着我的心头啊 真恐怖啊 好 好我继续说啊 那个野蛮啊 他经常干什么呢 防止地球人 露青白星球 所以啊 如果 地球上 那些人呢 想出那个星球啊 现在看来 肯定会 被那里野蛮的 至少啊 我们这么出气的人啊 会被野蛮的 为什么呢 我根据前面的几个 几次林牌啊 发现 野蛮是管中国这块的 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呢 不是有野蛮管 是另外有一个 所以呢 现在 有一次我想到啊 因为我排了多路嘛 我应该知道了 有一次我想到啊 中国人 只要航天员 只要飞出去 一定会遭到 被野蛮拿 因为野蛮的任务就是 防止 人类 离开地球 所以啊 刚才看到那个 他如果啊 打他的是野蛮 然后打到他崩溃 那些崩溃的神经 后来野蛮就不打了 所以啊 基本上 每个人啊 离开 那个 地球 向飞出去的 都会被野蛮的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也没有 不知道野蛮 那个 杨丽威啊 听到了什么声音 打得主要不要 好 朋友们 谁看到这个录像 能够联系到杨丽威的 叫他看 他就知道了 那过程就是那样的 是被野蛮打的 所以啊 不是开玩笑 野蛮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这一幕里边 就发生这个 好 今天就排在这里啊 是被野蛮打的 被野蛮打的 那个清道的声音呢 就这么恐怖 就这么恐怖 好 再见了啊 好 好 好 没得到 嗯 谢谢你